与直播一族的神庙遗址中 历代火影被大蛇丸用绘图转生唤醒 这等阵容足以颠覆人界 尤其是初代火影牵手驻街 被后人称为忍者之神 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 二代火影牵手飞肩 猜测此次绘图转生 还是大蛇丸所为 三代火影也说到 之前在蛇叔入侵木叶的时候 他就用尸轨封剂 将自己以及初代二代的灵魂封印了起来 可现在却被再次转生 这便说明自己的尸轨封剂已被解开 四代火影波峰水门很是惊诧 尸轨封剂竟然还能被解开吗 真不知道大蛇丸是怎么做到的 蛇叔觉得波峰水门小瞧了自己 尸轨封剂是玄武一族的封印术 但玄武一族的旧纸 以及散落在各处的文献 这些蛇叔早就开始研究了 水门主动与初代驻间搭化 他们大概是在现实世界复活了 然而驻间离世之时 水门还没有出生 所以他完全不认得 这个黄毛小子是何许人也 尴尬至于水门赶忙转过身来 指着自己披风上的字样 向他表露身份 逐渐一看便来了精神 开始询问水门村子的境况 水门很无奈 自己死在三代火影前 自然不知道村子现在变成了什么模样 于是逐渐继续追问 那现在的五代火影是谁呢 一旁的蛇叔主动回答 是您的孙女刚手啊 人间之神一听就进入消沉状态 主要开始担心村子现在的安危 刚手作为逐渐的大孙女 自然备受宠爱 就连他示好赌博的毛病 也是从初代这里继承过去的 看着逐渐不顾形象的开怀大笑 水门觉得这忍者之神 跟自己想象中的着实不太一样 飞尖则比自己的哥哥要沉稳得多 他们的身体很明显是灰土转生的产物 这是他所创造的忍术 现如今被人如此滥用 不免让他有些恼怒 在大事晚看来 灰土转生的难度并不大 只是飞尖当初就不该把他创造出来 他执行的政策和创造的忍术 给后世带来的只有麻烦 这次也是一样 飞尖还以为 蛇叔这次唤醒他们 依旧是为了入侵木叶 三代极了 自己明明以生命为代价 封印了大事晚的双手 事态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般地步 逐渐永远都是一副不计不慢的样子 飞尖和原飞日展都急得团团转了 他还在感叹 不管是在哪个年代都少不了战争 紧接着 别碎碎念地教育起自己的弟弟 飞尖对自家哥哥喜欢啰嗦的毛病 直直甚深 直接怒哄一声闭嘴 就让逐渐整个人都自闭了 这一幕再次让好奇心集中的水月 大跌眼镜 当即得出结论 这忍者之神可以说是毫无尊严啊 蛇叔见几位大佬怒气冲冲生讨自己 立马表示他亦不在木夜 这也是他没有束缚四位活影人格的原因 而安排今天这个阵势 完全是出于左柱的要求 左柱也不拖泥带水 直接了当说出了自己的理由 有些问题要向几位活影请教 一听左柱是与之波一组的人 二代便开始一扬怪气 逐渐知道弟弟对于之波家族向来有偏见 赶忙出言制止 然而飞街话已出口 左柱打断两兄弟的争论 将矛头指向了三代活影 原非日斩 他现在只想知道 为什么让佑去做那样的事情 他为了复仇杀死了佑 但之后又从带徒和团葬口中得证了真相 于是才决定向木夜村复仇 但左柱还是想让三代亲口告诉他 有关佑的一切 三代也不隐瞒 当下便将实情合盘托出 当年他不仅下令让佑屠杀与之波全族 还给他安上了逆贼的罪名 后来更是让他潜入小组织进行监视 佑从小就心细如发且聪明至极 独自一人领悟了忍者们和村子的起源 所以佑从不将自己拘泥在家族之内 而是以宏观的态度去审视这个世界 在他七岁的时候便具有了活影般的思维 当村子将这些任务托付给佑的时候 他也完成得极为出色 而当时三代给佑的条件 便是将左柱留在村中保护起来 所有的经过正如左柱后来听闻的一样 一旁的飞街声称 这便是宇之波一族被诅咒的命运 都到了快灭族的地步 还妄想掀起村子的政变 当年他就察觉到了 石树立马回怼道 造成当今这局面的正是二代火影 他创立的宇之波警务部 是引发这一切的根源 作为维持秩序的部队 自然容易遭人记恨 而警务部队偏偏手握重权 又变得更加目中无人 当年二代一阶是罪犯为理由 光明正大的将宇之波一族 赶到村子的一角 这样反而助长了叛乱的气焰 似乎觉得大士丸说的有些道理 逐渐开口教训弟弟 不该轻视宇之波一族 而飞街依旧坚持自己的观点 认为自己所做的 都是出于对村子的考虑 因为宇之波是天生邪恶的一族 石树当下便明白 飞街这样做 其实是因为惧怕宇之波般 左处质问飞街 都知道宇之波一族的哪些历史 飞街一声长叹 然后开始向左柱慢慢说来 宇之波一族与牵手一族 曾经有过一段交战期 双方互为死敌 谁也不肯让步 诗人通常认为牵手一族 把爱当作力量 而宇之波一族从上力量至上 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 宇之波一族的爱 反而是这个世界上最深沉的 为此宇之波一族 甚至不惜将自己的情感封印起来 因为宇之波族人 一旦找到了真爱 便会非常棘手 过于强烈的爱 隐藏着暴走的可能性 懂得了爱的宇之波族人 一旦失去了那份情感 爱意便会被更加强烈的恨意所替代 甚至因此性情大变 当他们因此而痛苦的时候 身体就会发生改变 脑内产生的特殊查克拉 将改变他们的视觉神经 让眼睛产生变化 这就是所谓的血轮眼 血轮眼能够让宇之波族人迅速变强 而其心中的憎恨也会成倍增长 几乎所有觉醒强烈感情的宇之波族人 最终都走向了无底深渊 就像宇之波班那样 班曾经是个地控 溺爱程度甚至超过了诱 飞舰的本意是想引导宇之波的力量 让他们能够为村子奉献 但事与愿违 他们却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 这样对村子来说 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朱健对弟弟这种说法很不满意 左助只是一个单纯的孩子 不该强调以村子至上的回答 然而左助对此却无所谓 他不单纯更不是个孩子 随着他眼睛睁开 万花筒写露眼瞬间开启 左助的问题并不止一个 紧接着便将话茬递给了初代 何为村子 何为仁者 朱健闭目沉思起来 左助不理解哥哥为何拼上性命 也要保护村子 甚至最后时刻 还以自己是墨叶仁者的身份为荣 导致了这一结果的村子和仁者 究竟算是什么 他想听听朱健的回答 然后再考虑自己该如何行事 是该向墨叶复仇 还是做些其他的 飞舰对村子的安危极为敏感 一听左助有对村子复仇的可能 便急了眼 巨大能量产生的威压 顿时涌出体外 眼看飞舰手指微动 朱健赶忙阻止 浓郁的蓝色茶克拉当即爆发 青客街 两人的实力展露无遗 众人不敢妄动 尤其水月下得都快化了 处街十分严肃 让弟弟放下手指 看到大哥即将发怒 飞舰怂了 只能老老实实的听话 朱健这才骂一大大笑几声 准备好好回答左助的问题 石书提醒初代长话短说 因为现在正处在战争时期 而且战争的发起者正是语直播班 听到班的名字 四位活用心里随之一震 二代仔细查探 果然察觉到了班的茶克拉 过风水门也感知到了 名人和九尾的气息 知道儿子正在与九尾并肩作战后 水门很是欣慰 三代提议众人赶紧前往现场 然而蛇叔坚持要把话说完 他现在只听佐助的 不然便控制四位活影 毁灭木叶 背奸不屑一笑 提醒大蛇王忽略了一件事 这次的惠图转生 虽然比上次强大 但这次他们复活的时候 也带着与生前极为接近的力量 惠图转生 根本束缚不了他 更何况 这忍术还是他自己发明的 而话刚说完 二代便被打脸 当下就动弹不得 助肩不禁赞叹蛇叔 果然有两下 而蛇叔能够控制住二代的原因 也很简单 因为他体内几乎都是助肩的细胞 约束力自然就被强化了 而蛇叔心中清楚得很 他虽然能够控制飞肩 但初代就不一定了 他能够感觉到 这位大佬随时都可以挣脱束缚 自是知道他心中所想 助肩告诉蛇叔不必紧张 他也决定先帮组助解开心结 于是助肩盘坐在地 开始讲述故事 说起村子和忍者 就不得不提 千首跟宇之波两大家族 众所周知 千首助肩与宇之波班之间 曾经有过一场大战 战斗中班将须左能护 化为铠甲穿在了九尾身上 助肩为避开战场 被将班引向了大海方向 木叶本是两人共同创造的村子 但因为政见不同而发生分歧 两人的斗争由此开始 助肩与班的渊源 还要从他们小时候说起 当年百无聊赖的班 正独自在河边打水漂 他的目标就是要扔到对岸 可助肩却轻易做到了 两人由水漂结缘 这是他们的第一次碰面 彼此交换名字 但由于家族的原因 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姓氏 然而助肩容易失落的性格 从小时候就很明显 就在两人打闹的时候 河面上挑来了一具忍者尸体 助肩上前查看后发现 这名忍者乃是羽翼族的人 当即就让班赶紧回家 这里恐怕将有大事发生 临走之前 他们互相坦白了自己的人者身份 两人性格完全不同 却在这一刻 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冲突很快在牵手一族 羽之波一族 羽羽翼一族爆发 而助肩与非肩共同的弟弟 在这场战争中丧生了 这让助肩对战争极其痛恨 然而身为族长的父亲 却对助肩这种懦弱的表现 非常不满 反手就给了助肩一拳 虽然被打了 但看着面前紧剩的两个弟弟 朱坚依旧不肯低头 所谓的战争 就是大人合伙逼死一个孩子嘛 想独当一面 难道就只有死路一条吗 因为太威胁 连自爆家门都不行 这样的人者世界 绝对是错误的 这番言论让牵手佛坚再次震怒 上来便要动手 幸好非肩挺身而出 及时劝住了暴怒的父亲 朱坚这才逃过一劫 事后兄弟三人聚在一起 讨论着大人们的处事方式 在年幼的非肩看来 明明一份协约 就能够解决的问题 为何还要打来打去 另一个弟弟板坚 对非肩的这种想法 很不理解 递结合约 那牺牲的同伴 岂不是白死了吗 非肩觉得 弟弟和那些大人一样 都太冲动了 继后的人者 应该压抑感情 制定严格的规则 杜绝不必要的自杀 一直默默倾听的 朱坚终于开口 真正的协约同盟 难道不能实现吗 生逢乱世 人者和平民的平均寿命 只有30岁左右 而大幅都拉低着 平均值的是 大量孩子的牺牲 朱坚的另一个弟弟板坚 最终也在 与之不一族的作战中牺牲 他的身边只剩下非肩一人 这一天 朱坚在河边消沉 再次偶遇了班 面对班的追问 朱坚几次三番都说自己没事 然后转过头就暴露出 自己早已泪如雨下的事实 终于朱坚还是说出了 自己弟弟去世的事情 来到河边 正是为了发泄心中的痛苦 班也好不到哪里去 曾经他也是兄弟五人 但区别就在于 他比朱坚要想得开 在他看来 身为忍者 本就是死亡如风 常伴无身 当时班认为 唯一能够保护他们 忍者生命安全的方法 只有与敌人坦诚相见 互不隐瞒 建立盟约 甚至结为兄弟 而这样的局面 怎么可能实现 人心格肚皮 谁也无法猜透 别人的心思 这也正是他在河边 经常思考的问题 班的这番话 正对上了朱坚的胃口 两人不谋而合 朱坚暗中惊诧不已 从来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自己 而班却是唯一一个 原来怀着这种傻瓜想法的 除了自己 竟然还有别人 这一瞬间 朱坚把班当成了上天 给自己的启示 两人的想法 虽然大致相同 但也不是完全相同 可即便如此 两人的见面次数 还是逐渐的多了起来 当然这是在双方 都不知道对方姓氏的前提下 两人切磋忍术 畅谈未来 好不快意 在修行之余 也经常就如何改变现状 进行探讨 班认为 在坚定信念的前提下 变强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因为弱者没有话语权 就这样 两人的感情 在小打小闹中快速升温 逐渐变得亲密起来 这天两人比拼垂直攀眼 初见耍赖 趁班不注意率先冲了上去 两人爬上山顶 一边气喘吁吁 一边欣赏着下方森林里的美景 言语间 班差点泄露了 自己拥有血轮眼的秘密 幸好反应其实 但也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 如果他真的如自己所说的那么厉害 自己的兄弟姐妹 或许就不会牺牲 班的表现让朱坚也想起了痛苦的回忆 此时的班只剩下一个弟弟 他发誓 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好弟弟 朱坚也是一样 只剩下飞坚一个欧豆豆 他也打算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飞坚 就在这一座山头之上 朱坚突然指着下方的那片森林 告诉班要在那里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村子 让孩子们不再面临战争 再建一所学校训练孩子们 让他们变得强大 发布区分等级的任务等等 班也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如果村子真的建成了 他要把这个俯瞰整个森林的地方 好好保护起来 说到这儿 两人都笑了 而他们所在的地方 正是日后的木叶村 两人站在对岸 相互交换了打水漂的石头后 就各自回家了 半途中 朱坚遇见了赶来接应自己的飞坚 然后他就被带到了父亲面前 原来朱坚最近经常一个人出去 早就引起了佛坚的注意 于是他便吩咐飞坚 暗中监视朱坚 而根据佛坚的调查 班正是宇之波一组的人 而且还是宇之波一组 年轻一代里的佼佼者 号称天生拥有人者才能的天才少年 朱坚文言并没有太过惊讶 相处了这么久 他心中早就有所怀疑 佛坚直言 接手一组跟宇之波一组 是不共戴天的敌人 一旦这消息泄露给族人 朱坚将会被当成叛徒 如果不想被当成间谍 那就在下次见面的时候 跟踪那个少年 将宇之波的情报带回来 这便是你的任务 如果被他发现 那就动手杀了他 一番话说的朱坚背后 直冒冷气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到这里 这里是菜鸟动漫社 我们下期精彩再见